謝謝你贊助 每個使用者的生活 那這一次這樣子印出來 阿飛說實在真的是看在 他要送你們電視盒 送四台喔 兩台會抽在YouTube 兩台抽在我的IG 要來送四台電視盒給你們的份上 所以阿飛就帶一下那些特點給你們看看好不好 有興趣的朋友你們可以自己去參考看看 剛好小雲他有做活動 但這一次真的是阿飛拖了比較久的時間才上片 因為這陣子都在忙車子上面的東西 那你們可以看到我上一支影片 對不對上片頻率有點慢 因為這些東西車子上面的東西啊 很多都是阿飛自己花精神去研究的 有些朋友問我說 那你為什麼不花錢錢人家坐就好了 其實阿飛不是沒有花錢 只是有在玩車的朋友應該都會感覺到一個問題 有時候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你花錢就可以得到一個賣意的處理結果 那最後面還是花了一堆錢之後還是自己來實作 才是最好的 好啦那這邊跟你們廢話一些 主要呢這一集要跟你們介紹的是小雲八皮 來第一點 外觀的部分採用流線型極簡設計 美觀時尚 好我只能說外觀的部分見仁見智啊 不是每個人喜歡的樣式都一樣 有些人喜歡黑的有些人喜歡白的有些人喜歡灰的 那這個東西阿飛不做那個比較啊 他這邊這樣寫我唸出來給你們看看就好 好第二個配件與接口 還有語音的藍牙遙控器 然後遙控器上面有一個電源的學習鍵 還有本體上面有光鮮的接口可以用來接電視音箱 那我們看到遙控器的部分 沒錯他是藍牙的語音遙控器 整體來說就是中規中矩的一款遙控器 過來啊你們可以看到就是光鮮的接口 來這在機子的後方你們可以看到光鮮的接口 這阿飛就有說過有光鮮的接口你要接音響的上面會非常的方便 尤其啊如果你是要用K歌軟體啊對不對 那個光鮮外接音響出去的時候 那就是很方便啊你去接擴大機 用到你的音箱麥克風這樣子透過線就可以連接了 因為有些如果你透過藍牙連接可能會有藍牙延遲的問題 所以他有光鮮接口在連接音響方面就非常的方便 過來第三個8K 這個阿飛沒辦法測試給你們看8K30幀的影片 畢竟阿飛現在最高的那個也才4K60幀的螢幕而已 那以4K來說是完全夠用的 那8K的話原來阿飛沒有辦法測試給你們看 這個真的是很不好意思的地方 對等8K再便宜一點的話阿飛就會入手了 第四個杜比音軌 來我們看到電影的這個地方啊 進去的地方你按Menu 然後選到音軌的部分你們就可以看到 他是有支援杜比音軌的部分 過來第五點高清 他這邊又寫6868C.CC 這什麼關鍵字阿飛不知道 他說他有CDN的能力就是可以讓他呢 載入的速度比較快並且畫質非常良好 那實際上阿飛在測比如說他的直播電影方面 他的畫質可以說是相當的不錯的 這個是阿飛之前在跟你們介紹他這一台單機的時候就給你們介紹過 所以他在這邊講的是沒有錯的 第六個多國字幕 這個其實現在也蠻多電視盒裡面已經有了 就是他在字幕的地方 你們可以看到他這裡可以選擇他英文字幕 然後這是馬來西亞吧 繁體中文阿日本韓國 那這個呢就是可能有在台灣上課的一些國外的朋友 這時候阿你們如果有使用這種電視盒的時候 希望可以看到自己國家的字幕 那這時候就可以做切換 那這個多國字幕的功能呢 其實並不是只有小朋友阿 但是阿就是統合在裡面的小云電視盒裡面是有的 過來倍數播放 倍數播放這個東西呢 那阿飛有跟你們說過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自己看影片都是習慣1.5倍數 那你們自己在看我的影片啊 一定都會覺得我講話很慢對不對 沒辦法因為要讓長輩可以比較好了解阿飛到底是講什麼 那我不能把這個影片的聲音調太快 那就請你們見諒一下 你們就把我的影片速度調成1.5倍 那這樣來說看 來小云這個也是有辦法調的齁 可以調到最快2倍 OK 再過來直播欸 他所有這個直播啊 就是說他有台灣港澳大陸北美 韓國日本這些 其他所有國家的這種電視頻道他都有收入進去 那的確啊 他收入了是蠻多 並且他載入的速度都還算是相當的快 好那阿飛呢 來直接實際的找一台這個 也是韓國的好不好 隨便找一個韓國的一台 這一台好了 阿飛隨便點都沒有看過 那直接欸就可以進來了 喔 那畫質呢也是算相當的不錯 載入速度呢 你們也可以看得到 阿飛直接這樣子轉也是相當的快速的 那過來 這第九點 左鍵十一 來這個啊 就比較偏向於體育類的節目會有的部分 那你們要看到他有一個回 回放的這一個 比如說你在看live直播的時候 啊去上個廁所錯過了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喔有沒有 然後就退回到欸剛才露看的地方 然後直接這樣子 live直接選 他就可以跳回去你剛才露看的地方重新觀看 欸剛才露掉球賽的精彩了這個片段 再來看完了這個優格TV之後 他就看到他下一個 這叫兒童專屬他的優格key 好 他這個裡面啊 就是針對了這些兒童的東西 那可能有Disney的啊 宮崎駿的啊 這一些 電影 卡通 都把它收錄進去了 並且啊 除了有這種卡通片之外 他也有這種早教系列的 那早教系列的呢 他就會偏向於比較小朋友來 小小孩來看的影片 除了這之外呢 大人想要看了迪士尼啊 這一些的 欸都是有收錄進去了 阿肥現在就是在跟你們講上面 官方希望阿肥講了 那阿肥就造實的跟你們說 有測到我覺得OK了 我就會講出來 如果說他官方有給我不實的東西 欸阿肥我會直接講 再來 何家歡 何家歡 何家歡的部分呢 欸這一個是免費的小雲電視才有的這個 在家K歌的APP 那這個我試過的確算是不錯 因為他免費的使用的確就比很多那種號稱有KTV 結果呢他是需要付費的來的還要好 可是阿這個地方就是你們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阿他的這個歌曲載入的速度是你們需要注意的 畢竟阿他這個連接在download下來 我是覺得阿是需要一陣子的 沒有辦法說那種隨點隨場 這比較可惜 你們自己看他跑的速度 我現在是沒有加速的喔 那跑的速度看你們可不可以接受 來你們可以看到現在跑到40% 所以阿肥有什麼說什麼 我不會特別交到天數說怎樣怎樣 他有多好或是他有多爛啊什麼的 那直接展示給你們看他的狀況 但在速度上面的確啦 就是還要再加強一點 OK 來 他是原音的喔 然後可以有半唱跟原唱的部分 好 最後一個 他這個叫做語音早早 在語音早早的部分呢 這個阿肥之前有跟你們測試過 他有這種各國語言的語音嘛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邊搜尋 復仇者聯盟 喔 他是可以直接搜尋得到的 那這個阿 就是看你們自己的使用的方式阿 好啦 那 以上阿就是這一個 小雲官方 跟阿肥一些要講的內容 那我知道 進來看了朋友你們都想要抽獎了吧 哈哈 哈哈 當然 欸這片算不算阿肥在交差了事啊 應該沒有吧 你們不這樣認為吧 有 可以錯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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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說認證你們知道阿肥從來都不喜歡 由廠商來指導我該怎麼講影片 做影片 對其實你們有看到阿肥的簡介的朋友 都會了解阿肥的影片都是互惠影片 我不會跟廠商收錢的 我最多呢 就是做到這種有折扣碼的部分 那這種呢就可以幫你們跟廠商拗到一些福利 好 欸 好啦 講那麼多 要來抽獎給你們啦 兩台抽在YouTube兩台抽在IG上面 那 IG的貼文呢 那 你們會看到是在哪一篇抽的 齁 那之前IG上面的影片呢 那些抽獎也會隨著這一次小雲的電視盒的抽獎一起抽出來 因為 IG的抽獎真的很麻煩 他每次我按抽的時候阿 他就會說什麼IG生氣勒然後不讓我抽獎 對 我上次應該有截圖給你們看過吧 我真的很無奈 然後 就一直拖著一直拖著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不管怎樣 我都一定會把它抽出來 好啦 在YouTube底下留言 欸 不對 在留言之前有人是不是忘記做一件事情了 沒有訂閱我的影片的朋友 按下下面的訂閱 沒有分享我的影片的朋友 幫我把影片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分享一次沒有抽到 欸 分享兩次搞不好就抽到了 我怎麼感覺好像在直播啦 好啦 記得啦 訂閱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好不好 把影片分享出去給你的親朋好友 來抽這些台小雲電視盒 嗯 好啦 那你們就在底下留言 跟阿肥說一下 你們希望看到阿肥做哪一類型的影片 電視盒 還是 汽車 還是 裝潢 房子 欸 或是呢 這種阿肥去旅遊啊 爬山的影片 之類的 你們可以跟阿肥講一下 還是希望看到阿肥在繼續之前有說的那個 欸 股市的部分 那上一次呢 會把這一個部分把它停下來 主要是因為啊 會有人真的照著阿肥的持股去買 那我覺得這樣子很不好 我覺得這樣子很不好 所以啊我才把它停滯下來 啊如果說欸 這一種是單純心得分享 然後不會提到各股的部分的話 嗯 後面是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呢 好啦 那 今天這支影片 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LineHFV 每週一跟每週四 晚上六點準時上片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weet 掰掰 是